三国演义有一段叫曹操主九论英雄 关公转城战车咒 说的是刘备参与国旧董城的一代照密谋 准备四击而动除掉曹操 而曹操也从没亲行过刘备 故意与其主九论英雄进行试探 刘备侥幸瞒过曹操 不敢再在许昌逗留 正巧元树在淮南支撑不下去 准备到河北投奔哥哥元少 而彼时元少已经击败公孙赞统一河北 一旦与元树合力 必大大威胁曹操 于是刘备主动请应拦截元树 曹操让他嘟嘟朱林 陆昭带领的五万大军前往 结果刘备强行留下这支军队 杀手将车咒夺了徐州 于是问题来了 既然刘备已经反叛了曹操 为什么这支部队还愿意为刘备卖命 其实故事恐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兵马根本没有五万 而刘备也根本没本事窃走 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五万精兵 对三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演义中动不动就几十万大军 而实际上东汉末年自黄金之乱后 每个势力兵马数量都非常可怜了 三国演义中曹操持比之战中的83万大军 在真实历史上大概也就二十万 淫灵之战留被七十万大军 实际也就八万左右 因此拦截一个山穷水尽的元素 哪里需要五万大军啊 虽然正是没有明确当时到底有多少人马 但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地 204年 曹操将五千河北新军交给朱灵同领 因此朱灵也就能带个五千兵马 朱灵、鲁昭、还有玉晋、张辽等 都是曹操直属的七军之一 带兵数量相差不大 所以陆昭最多也就带个五千人 这支拦截元素的部队 满打满算也就一万人 我们再来说一下 窃取兵马这种事情可不可能发生 答案是可以 史记中就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窃服救赵 战国后期 秦军围困赵都喊单 赵国向魏国求助 魏王持观望态度 信陵军心急如焚 利用魏王的姬妾偷来兵符 去之大将禁笔大营 禁笔心存怀疑 离信陵军身边的勇士诸汉杀死 信陵军带着禁笔的军队 成功击败了秦军 化解了赵国危机 从窃服救赵的故事来看 只要拿到了兵符 似乎调动军队就是可行的 兵符 也叫虎符 是一只老虎的形象 一分为二 国军与带兵将领各拿一半 调兵之时拿着国军的一半 虎符与将领的和尚 即证明命令无武 国里出兵 由于士兵不需要知道战斗的细节 所以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他们即使觉得主将做的事情不对 也以服从命令为天之 不敢进行质疑的 但是我为什么说 刘备根本窃不走曹操的兵马呢 不要忘了 窃服救赵的故事里 还有一个人物禁笔 禁笔看到信陵军带着兵符前来 虽核队无误 却并没有马上相信 他表示自己率十万大军镇守边关 关系重大 不能仅凭一个官员一架马车过来就把兵给他了 信陵军不得已才让诸海杀了他 这就说明 即使有兵符在手 将领也不可能轻易让人带走自己的部队 在窃服救赵故事中是禁笔 在刘备拦截元术时 就是朱灵和陆昭 朱灵和陆昭都是只属于曹操的七军统帅 属于曹操的亲信 他们当然非常清楚 曹操的命令究竟是什么 当年刘备在徐州被吕布打垮 不得已与老对手曹操联合灭吕布 此后入朝担任了左将军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种关系不会太长久 所以刘备这个左将军 就是个空头支票 没有资格自己独自带领大军进行军事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刘备的主动情因 曹操还必须播出陆两支部队 刘备本人只不过是个挂名司令而已 真正的军事指挥其实都要靠朱 陆于是 在拦截元术的过程中 朱灵陆昭二位必然是自己直接率军进攻 而拦截任务完成后 朱陆二人也必然是全须全影的将部队带回了续昌 在《三国志先祖传》中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说的也是 先祖聚下批 陵等还 先祖乃杀徐州刺事车咒 注意以朱灵等人回去了 并没有像金比等人一样被杀 而且从这个描述来看 双方并没有产生任何冲突 而之后朱 陆也没有受到曹操的责罚 由此可见 这两支部队 刘备没切走 那问题来了 没有朱陆两支部队 刘备怎么夺下的徐州呢 很简单 来骗 来偷袭 虽说没有朱灵他们那万把人 高级将领都有自己的亲兵 称之为不娶 曹操不会容许刘备保留很多人 但千八百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么一支部队 要硬碰硬打赢徐州守军当然不可能 于是就需要另一个东西做将军官职 刘备是曹操表奏汉先帝钦锋的左将军 属于位高权重的中号将军 虽然在朝的官员都知道 这不过是白白样子 但地方官就不一定清楚了 而且就算只是做做样子 即别放在那里 上级来视察 还能不好好接待吗 于是我们就能把整件事梳理出来了 青梅竹酒论英雄后 刘备惊恐 正逢袁术投奔袁绍 便主动请英前去拦截 曹操觉得并无不可 命刘备都督朱灵 陆昭的两路人马前往 任务完成后 刘备带着自己牵把清兵赖在下劈不走 朱灵 陆昭只能自己带兵回朝复命 朱 陆走后 刘备找机会突然下手杀了徐州守将车咒 并且可能向徐州官兵编造了车咒反叛 自己接管徐州的话 徐州守军建主帅被杀 为了生计也只好听命于刘备了 明天好 感谢观看